实验品 哇 这样很好赢 因为这个代表 那我真的是冤心在主 冤心在主马上就 你欠他问题 说到你给他就走 那业障可能要一段时间 那冤心在主是马上有反应的 那我越来越有信心 所以我现在就鼓励各位 你来不用去问 你就反正这张 你就下回哪多连 怎么样你就写一下 再来我也很希望 你在设计 你在修行 你自己完全是要放在旁边 我稍微设给你 那我给你放一杯水 放一个面包 我会 哦 你对我很好 哪有可能请你麻烦 但是光对你还不够 后来写到什么 你所关心的爸爸妈都给他写好 那我再读嘛 对不对 那你读到最后 希望各位放这一张 六道众生一起来吧 对不对 从自己到亲人 由亲人到世界到法界 但是你千万不要 所以我都拿这张 所以我老爸 百味我就不要放 你很不好 你以对你爸爸的慈悲 或是孝顺或报恩 而透过他去对待世界 你千万不能跳过去 我就回想给众生 问题是你老母也没得到 所以我永远讲一句话 如果我出家了 我爸爸妈妈跟朋友在讲话说 我这个儿子不孝顺 我就失败了 虽然我没办法天天陪他们 但是在礼数上面 该做的我都做到一百分 我都做到一百分 然后我问爸爸妈妈就想说 那如果大到岁里不知道 因为他至少觉得 因为我的所谓慈悲是透过我爸爸妈妈 然后在对外面 那就是哪一天国家严重的 岸亲这一祖 各位你超度众生 你不能排斥他 你要把他人格化 他好像是一个你旁边的这个人 你要怎样 人家去哪里带你带你 你也要给他欢喜 给他参悔 给他欢喜 我去习经 我会有两个情在在主 所以我会有一点感情困扰 不是我去爱人 你不要说不通 是别人会来干扰我 所以我就会有一点这种困扰 那是因为我这个情在在主 后来我超度很久 超度不了 我的想法就是 要跟你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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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师父 你连眼睛都不看人家一眼 怪不然你眼睛一直老把晒 我说这有点 我戳不好 你以前就眼睛看也不看人家一眼 那你现在要超度他 你总要跟他好好的讲几句好话 所以我就会 那我就跪下来 我跟他忏悔 这样好了 那你不去西方几个世界 东方 东方可以结婚 那黄金铺地 我观想两朵金色莲花 然后你就坐在莲花 你先去东方 将来如果投胎做人 一个做我姐姐 一个做我妹妹 对不对 我永远跟你们在一起 你都愿意了 你还不够 我又拿两条檀香炼珠送给你们 要够我什么 要把它收起不行 我替你送给高贵的比丘尼 功德回向给你 永远带在你身上 我又拿一奖 我都准备好了 跟他说好 给我打电 我突然变成心情很好 我就知道 应该超度了 那个感受不一样 奇怪就是 那个心情就是不一样 就像想要离婚 没得离婚 现在离婚了 心情很舒服 那我当来那个菩萨 我还是问他一方 师父 终于超度了 好密度好 但是不是超度就算了 继续回向 你有没有多一天 再避免再避免 后来等我度了以后 那我就问那一位师姐说 我现在可不可以问一问 当时候他们两个怎么死的 为什么这么惨我 这么恨我 师父 为你自杀 不甘愿而死 阿弥陀佛 这严重 男人为你做什么事 这个就不好处理了 搞不好是我们错 又不是他错 所以我是讲 每个人在超度冤亲在主的过程 你要自己有体验 当你有体验的时候 你一种身体的感觉 不一样 那变一声都没去 一点痛都没有 50个变25个 这样说我没有 80个说变30个 那种的轻松 那种你的器官的轻松 这样 然后那种感情的快乐 那种精神变得很好 有些鬼缠着你 你就昏昏一睡 天天都在睡觉 事情想不清楚 因为它有各种的障碍的方法 所以我从我妈妈身上去看那种 郁郁寡欢 痛苦吃不下 都睡不去 又死不去 那种 因为它心的问题 所以这种心魔要超度 你要最好的最好的方法 来发菩提心 但是我们要了解什么 叫做发菩提心 要怎么真的去帮助对方 那发菩提心就是 对方就是我们的老母才有法度 对方就是我们的老伯 对方是我们的亲子女 像我现在超度度胎胎儿 很好超度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一个胎胎儿 所以我真的很认真 我还要超度胎胎儿